留着短发的少年和女友甜蜜自拍合影 或是戴上安全帽 在女友两人手牵手 少年脸书上放满女朋友的照片 还卸着七管言拒绝暧昧 中间放着戒指贴图 小情侣俩浓情蜜意 但怎么都想不到少年女友意外怀孕 却让爸爸成为戴罪羔羊 爆发了这起压人事件 男方父亲遭殴 不打全因为小儿子的女友意外怀孕 东庄事发后小儿子不但没负责 反而大搞失踪惹怒女方家人 我弟弟把对方的女儿用怀孕 他又不出来出门解决 人家就找来我爸在一边 但小儿子不见踪影 也让家人相当苦恼 原来男子和妻子离婚多年 大儿子今年20岁跟爸爸生活 小儿子17岁则是跟着妈妈 夫妻俩离婚后家庭关系产生变化 男子一家人原先都一起住在 埔里的这一处民宅 但没想到在他的大儿子 就读古小一年级时 他就和妻子离婚了 也因此他和小儿子是长达有14年 恐怕都没有联络 十多年来被害人的前妻和小儿子 鲜少回家双方少有互动 邻居对他们的印象也不深 邻居说自从被害人离婚后 小儿子跟着妈妈住在其他地区 万万想不到意外让女友怀孕 事情没处理好 让原先的喜事一桩 演变成暴力事件 记者许玉文 王百英 SNG小组南投采访报导